Karen 聽說你經常捐烈捐辣 找好東西吃的 這裡有什麼好介紹? 有啊 旺角區一定要介紹我們後面這間餐廳 它是米芝蓮餐廳 每一天都有很多人來排隊吃它的招牌菜式 芒果拿破崙 不如我們馬上去試試吧 好啊 老闆就是靠這件每天大排長龍的芒果拿破崙 成為米芝蓮餐廳的了 你看大大塊的芒果肉和水果半碟多汁 頂底還很鬆化 和坊間的拿破崙不一樣 如果你喜歡吃鵝肝的話 這間餐廳的老闆娘的鵝肝煎蛋撈法不得了 鵝肝和太陽蛋賣上一流 加上這個自家製XO醬 簡直將味道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其實旺角還有很多新興過光龍餐廳 要在旺角找好東西吃 根本就不用捐洞捐拿 吃飽真的很滿足 不如現在輪到你帶我去店了 好啊 Let's start it 好 旺角雖然是彈丸之地 但是有多個大型商場 例如有朗豪坊 Moco 潮流熱點 地鐵站上蓋的TOP 和The Forest等等 有全球潮流品牌的店舖 不過我帶你去一個更潮的地方 這個是這一區最新的活化項目 有八年歷史618上海街 收集很多Mate in Hong Kong的古董貨 又有日本設計大師柳中里的產品 型格的露營用具 和歐美生活的精品 走到幾層樓就有專賣美式古著店舖 除了這個潮流熱點之外 在旺角你一定要惡高頭走路 因為很多珍藏絕版的潮物 都收在樓上舖 另外旺角有很多發燒友跨區過來尋寶 專門找一些絕版CD 限量版的玩具 嘩 口未完 我又看適合了 阿John 我們都挺適合 說實話 如果在這一區置業有沒有想法 當然有想法 購物娛樂配套設施應有盡有 點與點之間是步行幾分鐘 所以單身貴族就很愛這一區 下樓就有得吃有得玩有得買 看看區裏面的半新樓盤的平均赤價 大概是一萬九千元左右 相對其他地區 這裏絕對是物超所值 我考慮遠洋集團 第一個市區新盤千望 項目位於旺角煙廠街 背靠何文田住宅區 正宗大旺 主打中小型單位 基本電器有齊齊 適合單身或新婚人士入住 項目交通方便 下樓行大約6分鐘 就到港鐵旺角站和油麻地站 去金鐘和中環 只需要8至10分鐘車程 尼敦道和亞街老街圓線 亦有多條巴士和小花路線穿梭港九新界 不止這樣 沿著煙廠街道通菜街 有齊各國特色餐廳 走遠一點就是 The Forest 和朗豪坊等大型救物商場 還有年輕歌手的舞台 麥花省新內場館 幾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唱會和表演看 中環這區的住宅發展 過往十年的落成量大約1700元 政府近年積極透過改建官地 和重建舊樓增加住宅供應 以中市型單位為主 平均是300呎左右 涉及的銀碼不大 容易吸納一些年輕 用高乘數按揭的上車一軸 居立這區本身的特點 或者優點 承租力是超強 赤租是介乎在40至60元一呎 收租肯定回報亦都保值 以及空置率極低 當樓市看升浪的時候 這些比較好的地區 當然會吃了第一層的浪 投資價值當然比其他地區更高 Joe 聽聞這區會有大隔身 不知是怎樣 未來政府集中在重建 復收、保育和活化 旺角街市、金魚街和花墟等地方 其中旺角街市剛拍板 翻身作為地區的康建中心 而旺角道和洗衣街的行人天橋系統 預計今年內會初步落成 亦積極考慮 大街路街一條全長約620米的超級行人天橋 打通旺角東西兩邊 覆蓋四條港鐵線路 古著最珍貴的地方 來自他的獨一無二 只要再加以配襯 隨時都可以成為潮流Item 就好像旺角區一樣 隨著政府積極發展區內的配套 重新為旺角駐入新的發展展力 為區內居民帶來精彩豐盛的生活 就好像千望的主題一樣 Leave it u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